给大家暖一暖场 然后就是给李斯 给孙瑞加油的粉丝们 大家都走起来好不好 上 真的是非常的好 好 接下来我要说 我的脱口秀了 大家好 我是快乐梦之队的经理人 沈梦辰 之前大家都有看过浪姐吗 有吗 有 传言 在我和李斯之间互撕 都是真的 我每次去撕他头发 然后他就会双手抱头 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左右护发 然后他就会说 哎 撕不到撕不到撕不到 可见李斯丹妮 她的防守能力是非常nice的 用她的家乡话来说 就是 Leslie s very nice 有多nice呢 斯巴文化都斯巴不过他 斯巴文化 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第一期每个人都要测试权力值 我其实还挺担心李斯的 结果他一拳下去 打了一个3326 很多男生都打不到这么高的分数 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 反正已经淘汰了 而我 只打出了一个599 像是一个直播间的秒杀架 哎 宝贝们来了啊 今天我们不要3326也不要666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599 你立刻能拥有 你看咱李斯这体魄 这腹肌还有这臂肠 是不是 不要徘徊徊徊就等于白来 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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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3 2 1 上链接 今天的对决是 孙瑞对李斯丹妮 是大力三哥对李斯丹 所以这是一场三四对决 我希望李斯在训练的时候 不要挑三减四 面对困难呢 不要推三组四 对于经理人呢 不要张三目四 不管他是张三李斯 打得他颠三倒四 不要不三不四 这样才不会辜负我 帮他拉票 我拉得那么一三下四 求求你们给李斯投票 我给大家拜年了 天哪 完了 我要尴尬了 李斯对待这个节目的态度 真的非常认真 他为这个节目 暴瘦15斤 他对自己都这么狠 他不赢 谁赢 他来这个节目之前 他参加了十三档 敬眼泪综艺 我说正好 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综艺 他说不 这个也是敬眼泪综艺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会把对手打得尽是眼泪 所以是尽眼泪综艺 烂感 在这个节目眼上 他都能开玩笑 这心态 他不赢 谁赢 不赢 ave